《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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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其實那個重要性 就是在國家安全本身 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我們國家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有一個憲制的責任 去維護國家安全 包括了國土的原證 這個也是所有中國人 包括了在香港的市民 一個共同的義務 其實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國家安全法 跟我們日常的生活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在裡面當中 那個公眾的推廣 以及在學校教育裡面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希望在學校教育裡面 能夠幫到我們的學生 能夠認識清楚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在《國家安全法》 一通過之後 在香港實施之後 我們在短期內 都發了一個通過 希望學校可以幫 幫學校的管理層 教師 或者其他職位的人士 和學生 都能夠認識了解 和遵守《香港國教安全法》 在裡面我們希望透過學校的教育 能夠讓我們的學生 能夠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國家安全這次立法背後的意義 學校是需要向學生解釋 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性 立法的意義和背景 令到學生有資訊 和了解《國家安全法》的一切 亦都能夠培養他們一個守法的意識 將來成為一個守法 和良好的國民和公民 所以我們會在香港 在學校裏面展開國家安全的教育 透過一些課程的設計 一些私資的培訓 和提供一些教材 令到學校或者教師 可以配合多方面的教學策略 去幫我們學生去認識這方面的工作 其實正說 你提到有關於憲法、基本法、國民教育 國歌或者國家安全法 其實我看背後都是源於一個對國家的認識 對國家的認同 亦都是對一個國民身份的認同 所以我覺得這幾方面的教育 其實是應該聯合在一起去推出來的 過去那段時間 我們亦都做了很多有關國民教育的工作 尤其是在憲法和基本法上面 我們一直以來的策略 都是希望透過不同的學科裡面 有關的相關的課程 包括了可能在中國歷史科、社會科等等裡面的內容 去透過這些課程裡面的設計 令到學生認識這方面的內容 但是同樣地 除了課程之外 我們都需要一些學生的活動 一些教學學習的活動 令到學生能夠將他在課堂裡面學識的東西 能夠深化 能夠培養他們的國民身份的認同 例如我們有很多在課程以外的一些探訪和交流活動 或者一些姐妹學校的活動 其實都是希望透過課程和活動 去將這些課程一個重要的宗旨 就是培養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發揮出來 所以在接下來的工作裡面 我們都是會將國家安全法的教育 或者國家安全的教育 是透過同樣的形式去做出來 就是融入在課程裡面 以及透過在一些課堂以外的活動 學習活動裡面 是將那個教育體現出來 或者在這裡解釋一下 學校裡面是可以學校去選擇一些教材 當然很多學校都會用教科書 但是他們都可以自訂一些教材 我們其實過去一直以來 都透過一些的指引 一些學校的通涵 以及一些教師的培訓課程 是幫學校和老師 去了解怎樣去選擇一些合適的教材 去達到那個課程的宗旨 在這些裡面 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 就是去選擇的教材 是必須要配合課程 以及內容一定要準確、持平 內容要完整 這些都是一些教材必要的條件 所以在選擇的教材裡面 教師是有一定的要求 或者一定的需要 去保障裡面的內容 是不會有一些違法的內容出現 或者是不可以和社會一些大家接受的觀念 或者一些社會道德裡面 相違背的材料是不可以在裡面出現 所以就算有沒有國家安全法 關於一些任何去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其實都不應該在任何教材裡面出現 所以這一方面 我相信國家安全法立了之後 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會透過和學校一起努力 可以在這方面做好這方面把關的工作 至於教科書方面 我們本身有一個非常嚴謹的課本平衡機制 所以所有通過我們教育局評審的課本的內容 其實都會是配合課值和一定的質素 也都適合學校或者教師給學生用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評審機制裡面 其中有一件事都說了 課本的內容是必須要設合時限 資料和數據是一定要準確的 也都要配合課程中指和目標 而因為我們的課程其實是希望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成為有國家觀念 也都對社會承擔的公民 所以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和出版社 或者相關的人保持一個聯絡 是令到他們的教科書 是能夠符合我們這個標準